Hello 各位观众 我是小提琴梁sir 剛才拉过的家和舞曲 和小步舞曲 都是以前的皇宫 或者教堂 用的音乐 以前的音乐 全部都是贵族 或者皇室 和教堂才会用的 平常人 很少会学音乐 而 到后来贝多芬 就把 音乐 稍微普及化了一些 他是 古典和浪漫初期的代表人 他是乐性 之称 音乐 广泛给皇宫 贵族的人邀请在家中 邀请朋友在家中 西三聆听音乐 开始有家庭音乐 会 而乐种也广泛 不只是跳舞的音乐 嘉皇舞曲 也开始有奏名曲 奏名曲 其实是两种乐器 大家互相对答的乐器 例如 小提琴 拉一句 钢琴 拉一句 你想想 他说一句 我说一句 我的曲当然是长了 所以贝多芬的曲 通常都增长了 比如说以下 介绍的春天奏名曲 只是第一乐章 都十几分钟 不过我是选择者 不用怕 而这首春天 他本意 没有说春天 没有说像刚才 韦华帝的春天 是写明 真的描写春天 他这个春天 是因为 旋律优美 充满心机 扣人加下去 所以大家 分别一下 这个春天 和刚才韦华帝的春天 有什么不同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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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